香港楼市的帐风乱帐,并不是简单的市场因素,而是英国在中英谈判失败,香港铁定回归时布下的地雷,直至中英在上世纪80年代初谈判,英国殖民地政府在香港公共服务政策方面仍十分落后。 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前更是政府社会上下贪污舞弊成风,却在房地产市场大事投入,严厉管理,当时香港一半人口居于公屋,私营流与私家租务管制,不容房地产发展。 香港的地产商势力薄弱,地价流价不贵,因而香港在五十年代开展的工业化,不受成本干扰,居住成本低,保障低工资,即使条件不佳,但民有居所,可安居落业,促成在贪腐的殖民政府管治下。 社会还可安稳,殖民地政府的房屋政策便不是经济取向,而是为政治,香港房屋问题,在中英谈判之后,尤其是回归之后,与中英谈判前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。 公营住户占全港人口比例快速下跌,私营市场取消租务管制。 放任投机,政府工地尽是价格取向,利益为主,结果是众多的房屋政策创新,从居屋到工营出售等等,配以土地开发的保守政策,一方面造就房地产的大利润。 地产商得以替代英资财团垄断香港主要的经济命脈。 财虹世大,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小有的房地产主导的局面。 另一方面,通过房屋的私有化、市场化,更助长从殖民地城计来的市场为主的经济政策。 使地价流价飞升,经济金融化和两极分化,用地价排斥所有产业。 不足一零年变把工业化的基础摧毁。 整个香港经济在房地产商主宰之下,连政府,如港铁,市区重建局也全面地产化。 香港变成地产霸权,地主经济,经济无力复兴。 政府的房屋政策便是香港经济沉沦的根源。 依赖泡沫维生,也依赖内地资金合法与非法流入来支撑。 便不单止把香港居民大部分的血汗收入吸钱。 也同时变成对内地经济的剝削。 香港与内地居民便是香港天价房地产的承接者。 出售的公屋与居屋同时在市场炒卖。 公屋建设受益制,居屋替代,依市价比例出售。 一是政府实际减征收入税,利息税, 而征老百姓的住房税。 二是扩大市场炒卖范围,用製造泡沫来延续泡沫。 用广大市民的血汗来饮浸止渴。 泡沫弄得更大,资本家可套现逃避。 地主经济可会一下子变成负资产和资产大跌。 多少港人的血汗成果被消磨掉。 什么时候,香港政府不再是地产的政府呢? 伟购剃已達成负荷广大 llev大谷相比较浪, 能使更催公司不规划限定。